- ii 这集要跟大家聊一聊 修福 修慧 还有福慧双修 其实就是 显化 灯出开悟 显化跟灯出开悟 一起进行 为什么会想要谈这个题目 因为上一集我们 教了大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好好的去行善 然后利用这个 涡轮七星症 来累积大量的福报 或许有很多朋友 会觉得 我们只要按住在觉察 只要登出开悟就好了 不需要去修福报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些问题 我们先从修福的一个角度来看 修福 就是显化美好的情境 会来我们身上 各位想想看 我们利用涡轮七星症 利用49个点 来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涡轮 这个能量 能够产生很大的一个显化 它向宇宙证明了我拥有 你看每一个点都给予 然后你会累积很多的给予 然后跟宇宙证明了我拥有 因为你拥有你才能给出 所以你一直跟宇宙证明你有 每一个小小的七星症 它证明了你有 一个巨大的有 然后七个七星症 去组合成一个非常巨大的我拥有 你跟宇宙有这么强大的证明 你拥有 宇宙就会给你庞大的拥有 所以我们要显化的朋友 去利用这段时间 去跟宇宙证明我拥有 我非常拥有 我超级拥有 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当然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 你去行善的时候 累积福报 它有不同的层次 一开始你可能为了福报去做给予 慢慢的你可能会为了给予而给予 为了给予来证明说 我能够给予来彰显这个自我 慢慢的你很单纯的 只是一种分享 我觉得大家慢慢要进化到 一种分享的心态 是不是能够再提升你的层次 那没关系 至少要做到分享的这种心态 因为这是给宇宙证明 我有的一个强烈的表示 我有所以我分享 就像我们吃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 然后我有很多 我会急着去跟我的亲朋好友 去跟我的朋友分享 因为它真的很好吃 你不会把一个很难吃的东西 跟朋友分享 不会 你会把美好 我拥有最美好的东西分享出去 这是一种分享 在这个进行当中 各位可以去审视一下自己 在故事里面 你最想显化什么 你就去分享什么 因为你要去证明我拥有 拥有这些东西 或许有的朋友 在这个49天的清单里面 写了很多做各种不一样的行善的一个善举 其实都非常的好 但是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你是不是你最想要的 你最希望拥有的那个 你并没有分享出去 比如说你很希望有钱 那或许你就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分享钱出去的这个项目 因为这样子你才可以跟宇宙证明说 我有很多钱 所以我可以分享钱给那些需要的人 所以列这个清单的时候 各位可以审视一下自己的信念 其实各位每个人都有钱 有多或者少 多可以分享多少 可以分享少 都没有关系 重点是那个分享 这样可以累积很庞大的福报 我们在生活里面 在故事里面 如果我们要活得很美好 我们就必须要证明我们拥有的这种机会 能给予的机会 它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机会 你能有机会向宇宙证明你有 所以在这个波伦七星症 实施的这段期间 正好是你一个向宇宙证明 你拥有非常多的一个机会 大家千万要好好的把握 修福其实很单纯 你只要轻松的去做 轻松的去分享 变成了一种习惯之后 你自然而然 你就会轻易的去做这些事情 你的回馈 也是会很自然而然的来到 所以我们没有要登出开悟 只想要显化美好人生的人 我们要去建立这样的一个 证明的系统 无时无刻我们都可以跟宇宙证明 我们拥有 再来我们聊一聊修慧 修慧这件事就是要登出开悟 我们登出开悟 当然我们会常常维持在 保持在不解释的一个状态上面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人还活在故事里 其实我们没有24小时都不解释 我们既然活在故事里面 我们就收到故事的牵引 所以在故事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好好的来运用故事 把生活过好 然后让故事能够平平顺顺的 让你能够有一些时间 能够好好的安住在没有解释的觉察上面 当然如果要登出开悟的朋友 重点就会落在无时无刻 想办法安住在没有解释的觉察上面 这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相信 绝大部分的朋友 你们在生活当中 没有办法非常长的时间 或者非常多的时间 都安住在觉察上面 都安住在空空荡荡的觉察上面 因为你可能故事性 还有很多可以进行 所以这时候 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福慧双修 福慧双修的意思就是 我们也让故事显化 顺畅美好的生活 我们也同时很多的时间 我们尽量安住在觉察上面 我们安住在觉察上面 来做一切的故事性 我们安住在纯然的觉察 没有解释的当下 一切都安住在觉察来进行 之前有聊到如幻 我讲得很清楚 我们的生活在故事性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离开故事性 所以我们如幻的去进行 我们的故事性 而不是如幻的不进行 各位要非常的清楚 我们不是如幻 然后不吃饭 如幻不睡觉 如幻不跟人交谈 如幻不做任何的事情 而是我们在生活中 如幻的去进行所有的事情 这就包括我们累积福报这件事情 我们如幻的去进行 在这边讲到一个例子 有的人觉得如幻是一件非常超越故事的事情 的确如幻是一个用如幻的视角来看待故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进行方式 但是如幻的进行故事不是如幻的没有进行故事 我们不能把如幻变成一种逃避 我们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往往不想帮助他 我们就用如幻的这种定义去逃避这件事情 其实以一个登出开悟的人 他保持了如幻视角 他会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他看到别人在痛苦的时候 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会感觉到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所以他非常想帮助所有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 他很清楚 很明白 最好的帮助 就是让他离开他的一切信念 能够知道他的一切显化都是因信念而来 所以他帮助他的方式 就会想办法让他离开信念 能够证悟空性 这是以一个已经登出开悟的人 回到世界来 如幻帮助人的一种心态 一个想要登出开悟的人 他在登出开悟之前 他看到需要帮助的人 看到对方很痛苦 他也会生起一种想要帮助对方的心态 但是这时候他帮助的方式 可能有很多种 也可能直接去帮助对方 让对方暂时能够离开痛苦 如幻的去进行这件事 他也可能知道了 他离开故事性 才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 但是我现在自己还没登出开悟 所以我要帮助所有的人 我必须要自己先登出开悟 我才能够去教导他们 感染他们 让他们知道真正的根源 是信念的问题 所以我很急着要帮助他们 所以我自己赶快的 好好的安住在觉察 赶快登出开悟 我才有能力去帮助大家 所以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一切都没有闪避所谓的行善 帮助对方的一个心 因为不管你是把对方看成是一个对方 或者又把对方看成是你自己 你都会希望对方离苦得乐 而不会希望对方仍然继续活在痛苦里面 不会变成一种冷漠的心态 我们原原本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情 我们会有同理心 所以我们不要借由所谓的修行 或者登出开悟 或者如幻 去闪避掉我们自己内在的这种 想帮助别人的心 认为它是执着故事的 其实它本来就如此 因为一切整个梦境都是你 你会希望整个梦境都是美好的 这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闪避 我们内在的这种爱心的表现 只要我们知道 我们轻松的安住在觉察 看着自己去做这些事情 这样就可以了 它不会影响你的安住在觉察 或者连在故事性上面 你只要轻松的觉察着自己 在做这些事情 这样子你既修福也修会 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你的生活很平顺 很美好 它不会有很大的阻力 去阻挡你 好好的安住在觉察 有的人 他很想安住在觉察 但是他生病 整天病痛 他没有精神 也没有那个心情 可以去好好的安住在觉察 他想要安住在觉察 家里却吵吵闹闹 让他没有办法 好好的去安住在觉察 这些所有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的福报不够 你的生活不够美满圆满 所以我们修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你福修好了 你的生活很平顺很美满 你就有很多的心力 很多的时间 可以来好好的登出开悟 相辅相成 所以福慧双修是一个比较安全 比较能让你好好生活的一个方式 他既让你生活平顺 也让你有足够的资粮 可以支撑你登出开悟 你看有一些朋友 他很想登出开悟 但是他必须要去花很长的时间去工作 当然工作上我们也可以如幻的工作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往往有时候工作 他必须要动很多的头脑 然后做很多复杂的事情 干扰了他登出开悟的时间 所以这一切都需要福报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能够修福又修慧 这样对大家其实是比较圆满的做法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 是累积福报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也教大家怎么来增加提升 怎么样来累积更多的福报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进行 把行善变成一种内化 很自然的分享 你如幻的去看着这一切的分享 轻松的去做 对你不管是显化生活的美好 或者你要登出开悟 都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就谈到这里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来 Economics 都可以做回事